看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这两天呀,咱们聊了不少巴奇的事 要是听了我前份的几段书啊 您能多少的知道什么叫做巴奇,哪个叫做奇人 诶,我这一礼拜的功夫啊,就算没白搭 有好朋友给我留言,说呀,咱们聊聊这清代的选秀制度 聊,咱们一定聊,并且呀,就在这个系列里聊 为什么在这个系列里聊呢? 因为清朝的选秀制度和清代的选宫女制度啊 和民人,也就是巴奇以外的人啊,没关系 但是啊,咱们还得学微等等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巴奇的基本制度啊,咱还没聊完 咱们广聊了巴奇和奇人了 这回啊,咱们得说说,这奇人凭什么活着 指什么吃,指什么喝,指什么穿 前两天啊,咱们聊巴奇建制的时候说了 这巴奇当中啊,一牛鹿呢,就是左岭下呀,一共有三百丁 参岭下呢,就是一千五百丁 到这个顾山下呀,也就是一旗,有七千五百丁 到这儿呢,您就得分清楚了 这左岭、参岭,还有这都统下呀,说的都是丁 就是壮丁的意思,具体什么是壮丁啊,咱们一会儿再说 他说的可不是有多少兵,这个兵啊,在清代的时候,他不叫兵,叫甲 意思呢,就是披甲人的意思,这个您肯定不陌生 这皇上一生气呀,就把某个犯了罪的大臣 全家发贝到宁固塔,与披甲人为奴 哎,这个披甲人,就是兵 当然了啊,他特指就是巴奇兵,跟绿营兵没关系 美左岭下三百丁,他说的也不是户 但是这会儿啊,还很好理解 明末清初,战争频繁 美左岭下这三百丁啊,都能调成兵 也就是都能调成甲 美户出一丁,所以呢,这三百丁啊 也就证明有三百户 您要听这有点乱呢,没关系 您接着往下听 顺治年以后,巴奇入了关了 这大清国呢,从战争年代 也逐步的走向了国泰民安 于是呢,这挑甲制度啊 他也有了变化了 这甲兵仍然是从壮丁当中挑选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认为是巴奇壮丁呢 最初呢,是梁个头 凡是齐人啊,男子 个头长到五尺 就算是一壮丁 后来呢,发现这种算法啊 他有弊端 因为有的人呢,他长到死 也没长到五尺 可是呢,这身高不足啊 也不影响他是一名精壮的汉子 您瞧那明朝时候闹那倭寇 全TM不足五尺 可是个个啊,都凶汉着呢 所以说啊,这丁制也改了 从这挑选个头啊,改年龄了 反满18岁,就为壮丁 到60岁呢,就退丁了 可以啊,不用等着去当兵了 您想啊,随着生活的安逸啊 这人肯定是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啊,这个美左领下的丁 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甲并不挑那么多 到了顺治年,美三年一挑甲 必须保证美左领下有150甲 也就是说这左领手下 壮丁是越来越多 但是挑兵永远是挑150 那为什么咱们要先讲这个丁甲治呢 不讲这丁甲呀,咱们就说不了钱粮这个问题 有很多人一提到奇人啊,就说 火,那生起来就是铁杆装件 吃不尽用不尽呢 从生下来,政府就开始供养着 您想多了,还真不是这样 呃,您别先麻烦 咱们还得从头说 从关外努尔哈赤说起 当年啊,奇人入关以前 那是没有钱粮的 但是他们的土地是政府分配的 这黄太极用一句话吹了一辈子牛 他说我奇人制度啊,天下最优 那是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啊 他的意思是说呀 你看我这八旗政策呀 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管老百姓的政策 咱们要是种地的时候呢 这八旗中的奇人们啊 就全都是农民 如果咱们要是打仗了呢 这八旗的人啊,又全都是冰丁 您想啊,这人多力量大 他就底线在这儿了 干点什么事都是举国上下的干 他想不成功都难 首先啊,他给这帮奇人分配了土地 怎么分呢 按丁分,每一丁六赏地 咱们不管别的地儿 在那会儿的东北这一赏啊 是十五亩 这六赏地呢,就是九十五亩 咱们别麻烦了 咱们就当它是一百亩 也就是说呀,您这家要是有十个 够五尺的汉子 那您家呀,就是有一千亩地 这呀是种地 那么出征打仗给不给钱呀 不给 不但不给 您还得跟花木兰一样 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安奸 为什么呀 因为一旦打起仗来啊 抢了的东西全是你自个儿的 我说这个他不是瞎说 当年有个朝鲜人啊 叫李明浩 他在当年的东北这女人地 采风的时候啊 就曾经留下过如此的记录 说一旦有战事起来啊 这群女真人美着呢 不但自己高兴 媳妇也高兴 赶紧颠颠颠地给自己的丈夫 准备安颤麻痹兵刃 准备好干粮 给自己的丈夫带着 不但家里人高兴 连奴隶都高兴着呢 各顶各的越越越市 要跟主子一块出去打仗 他们为什么跟吃了蜜蜂屎似的 这么愿意出去打仗呢 因为呀 那会儿满族人的战争啊 就叫做抢西边 啊 您没听明白呀 这女真人当年生活在哪啊 东北呀 现在的黑鸡辽 他们的西边是谁呀 西边是明朝 对喽 抢明朝就是抢西边 到了黄太极晚期的时候啊 这朝里边就有了汉族大臣了 这帮大臣啊 就跟这个黄太极建议了 他们说皇上这样可不行啊 咱不能把这抢东西定为国策不是 这文明人啊 凡是出师必须有名 他讲究的呢 是以有道乏无道 咱不能出去打仗 就被抢俩钱画画不是 黄太极一听啊 有理 是这样 不能再抢人东西了 这黄太极这个态度啊 不是因为他觉悟有多高 是因为那会儿啊 这清朝人已经决定要打尽官夺天下了 既然是这样啊 就真不能抢人东西了 要不然以后他国家不好治理 落下的话坝子也不好听 可是说呀 你要不让人家抢 你可就得给人家八七兵开工资了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就得说说 这工资是怎么开 开给谁 首先咱们就得说说呀 什么人才能领工资 这句话我是说给谁的 是说给那些认为每个旗人都是铁杆装家的人听的 这工资只能开给披甲人 也就是说除了当兵的别的旗人 没有 清代的工资跟现在的工资不一样 清朝人拿工资发的是钱粮 也就是说呀 一部分是钱 一部分是物 这钱呢 当然就是银子了 在八七当中的高级士兵 你们比如说这个领崔 秦峰 亲兵 护军 这些人啊 每月领四两银子的工资 并且呢 每年分两计给米46胡 这46胡是多少米啊 精确点说呀 应该是2870斤 这么换算啊 他多少有点混蛋 为什么这么说呀 因为这个胡啊 他量的是体积 这斤呢 他说的是质量 这俩呀 他压根就换算不到一块去 您就记住了吧 这高级的八七士兵啊 大概每年有3000斤米的进行 这再往下一等呢 就是马甲 这说白了呢 就是骑兵 这也是八七兵中人数最多的 每个月呢 开银三两 米呀 也是46胡 这最低的一档呢 是步甲和养育兵 步甲嘛 顾名思义 就是足清武士 就是步兵的意思啊 关于这养育兵是什么呀 之后咱们还得详细的说 这儿不过多解释 您就认为他是预备役就行了 这群人啊 他工资一下子就低下来了 他是月缝二两 但是粮食少啊 粮食只有一半 粮食啊 给22壶 那么说到这儿 这八七兵丁的工资是高是低呀 我跟您说吧 高了去了 有情一代 一个七品县官啊 每年的俸禄是45两 给粮食22.5代 折合金数啊 也就是2250斤左右 八品现成 每年啊 工资是40两 鹿米20代 也就是2000斤 您算去吧 最低档的八七兵丁 比这个七八品的官员 挣的都多 有人说不对呀 你看这个步甲和养育兵 每年啊 和银子22两 然后这个米呢 是22胡 也就是说呀 那才1500斤左右 那怎么能和七八品的官员能比呢 哎 您不知道 这八七兵丁啊 额外收入多了 广至这皇上 对八七兵的恩赏啊 这一年就不少 天子生日万寿节 皇后太后生日千秋节 五月节 五月节 八月节 春节 娶媳妇生孩子 有红银 死了父母老家 有白银 要是遗房迁徙呀 连这路费都是政府出 并且呀 这群人住的房子 都是免费的 所以说这么一算呀 这县官工资 还真干不过一个八七兵 那有人说 要这么说的话 那这八七兵他富裕呀 也不得一定 这八七兵丁 发的工资啊 那可不是 就养自个儿一个人 供养自己的妻子儿女 那是当然的了 父母老家也得奉养吧 不但如此 家族当中 没有调上甲的那些壮丁 也得依靠他的钱粮过活 那有人就问了 干嘛非得指他呀 不能干点别的吗 不行 明文规定啊 这齐人不能经商学手艺 有人说那可以种地呀 种地呀 理论上是行 但是操作起来呀 他难了去了 顺治朝入关一时 这清政府是决定 依照组制 给这齐人啊 分齐地 于是呢 这大家都熟悉的 清出那个最扰民 最不得人心 最欺负汉人的政策来了 也不能说呀 是广欺负汉人 欺负民人呗 凡是不是齐人啊 都有可能啊 被占了便宜 什么政策呀 就是圈地呀 这齐人静观 圈地呀 那惹定是圈好地 对了 拿刀抢 有馒头 我还抢窝头吗 插一句啊 这抢了的地 他们也不是先分给普通的齐人 他们呀 先在上面建了皇庄 然后啊 是官庄 再往后啊 是王庄 等这些人吃饱了 再分给普通齐人 还是那个老办法 祭丁寿田 一个齐丁 六赏 这地分下去了 这问题也来了 当时分地的时候啊 这天下还没有安定 八七将士不是在南明围剿南明 就是在湖北四川啊 剿灭农民起义 等到这个战事平息了以后啊 清政府就把八七兵分为了两种 一种呢 叫京齐 驻守京师 另外一种啊 叫八七驻防军 镇守各地 对这些八七兵啊 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能离开驻地 您想去吧 这齐地 他不能都在军营门口啊 如果说把这齐人当中的壮兵啊 撒到各地去种地去 那么三年一条甲 到了该用兵的时候 你找不着人 这不是崴泥了吗 所以说这齐人 只能把地租出去 租给谁啊 租给汉族殿户 皇上不傻 皇上这么一琢磨呀 如果这样下去 这些地啊 迟早 轮到这些汉人手里 或者呀 被汉族大地主兼并 中国的这王朝更替啊 很多的时候 都是因为这个土地被兼并 导致这个无产流民 流民过多之后呢 一旦遇到饥荒 哎 民变了 所以这清政府 他也怕这个呀 他们为了防御这一点啊 政策倒是简单粗暴 直接下了命令 汉人呢 不能购买其地 这还有个专属名词呢 叫 其民不交产 不但这样 为了保证这些其人 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啊 清政府还规定 两旗之间 也不能交产 也就是说 这香白旗的地啊 您不能卖给整黄旗的人 换句话说呀 这地 是国家分配给你的 你没有买卖的权利 可是这地 它一旦不自己中啊 它问题就来了 您假比说吧 到了邱静天 这旗人老爷啊 正在家里坐着呢 是名京旗 这京旗啊 就是北京的旗人 向下庄子里啊 来了一个庄丁 就是电户头啊 这庄子在哪啊 庄子呀 远了 唐山 这庄丁啊 一见面啊 就跟这老爷汇报了 骑平老爷 咱们这一钱目的啊 一共熟了是粮食啊 是八千五百斤 应该呀 交给您五千斤 粮食的地族 您敲了吗 这个银子呀 就在这儿呢 这老爷算不对啊 这一千亩地 你才收了八千斤粮食 合着一亩地 才打八斤粮食 哦 给五千斤粮食地租 倒是不少 可是钱也不对啊 可是你没在跟钱 没有证据 只能按期按憋 这还是好的 有的年头啊 他来了之后 跟您说呀 汉三年 落三年 最后一年 您猜怎么着 还闹了骂咋了 完 您走啊 您还得给他呀 救几点吃喝 一拉二去呀 这齐人们也想了 孙子好当啊 气难生 干脆卖地不 可这有黄命啊 他地他不让卖呀 嘿 有办法 这地呀 是照卖不误 可是写的呀 全是抵押文书 据清朝政府查究 这种明底实卖的交易啊 在康熙年就有出现 到了乾隆年 齐地在民 十之六七 那么这样一算来呀 这齐人的收入 也只有指望 披甲人的良想了 今天呀 咱们只能简单的讲一下 齐人得良想的概况 那要是这么算下去 这齐人的钱 是惹定不够花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这清朝政府如何豢养齐人 咱们要往戏了 拜承